因为毕竟勘语的书是很多 但是真正人读的书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那在经常使用的一些 就是一般我们在讲的一些用词 其实都可以有助于我们去辨别 识别与我们有关的学问 跟不是我们要接触的学问 那当然不是我们要学的学问 你去看看也好 但是还是要有义经的思维判断能力 我讲了一句话 好的东西一定合情合理的 合义理和生活之理生活之情 那不好的东西 它就跟这些无关 甚至很特殊或很奇特 那基本上来讲 就算它在神奇 其实效用是有限的 那就是说这是一个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义经 其实也就在这一点上 因为真的义经是所有学问的源头及 所有学问判断是非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上次在介绍刊语的时候 基本上刊语在武术中是算 尾书最多的 杂学最多的 杂学最多的 最混乱的一门学问 那其原因很重要就是 其实古来所有的 开国皇帝都有军师在旁边 而这些军师基本上就要懂得天文与地理 那刊语这个名词就叫做看天与地 所以 这门学问在自古以来就已经是皇家的禁栏了 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 就 就是因为它有实际的效用 至少我们中国人验证 它是非常有精准度的 那也就产生了 当真正很重要的 除了官方还有大师们 也都会有 都会有那个 所谓的秘藏的现象 那这个秘藏一些 有些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公开的 那么也就导致了 这门学问 很多的 很多的谜团 让 不懂的人 一直用他数来 预测产生了很多 很多的分支 所以导致了这门学问 可以算是武术里面 是最混淆的一门学问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开始要去了解一下 这些的用词浅句 或者是这些的内容 对我们学习上面 有什么去了解的 czas 나가 神经济 奖 Whose 神经济 参与 这样 就是 颐